伦敦奥运前 2012年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林丹为了成全陈金的伦敦参赛资格而选择了退赛 陈金也如愿的获得了奥运积分 当时对于外界的让球一说 主教练是如此回应的 我们有时候会没事找事 经常会是好事不说 一般的事非把它说不好 作为我们国内自己的人 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态去看待这个比赛 包括今天我看到的报纸一些分析 说全年当中有多少多少场 中国队在一起比赛的时候 加一个百分比让球多少 输球多少 戏拳多少 我觉得很傻 没有必要 你没有必要这样说 你要再去分析 外国没有人能自己打 他想让也让不了 他没有这样的队员 没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他就输掉了 那我们都是因为优秀运动员多在一起 难道非要像外国人家说 要两个中国人拼得跟看斗牛似的 有一个死 有一个伤 他就过去 他不用打 他就拿冠军了 你都拼受伤了吗 为什么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呢 我搞不懂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比如有些队员 有些小的伤病 难道你非要不顾他 这个伤病会加重 还要让他拼命去拼 没有这个必要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自己 这个把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然后给别人提供了那样的议论的机会 真的完全没有必要